大家好 我是卡姐 我很喜歡每一個城市都去看一些舊屋 有些特色的舊屋 我有時站在外面這樣看進去 我都覺得很為那些買古宅的人而驕傲 真的要有一份情懷還有一個很有實力的經濟去支持 才能夠擁有一間這樣的古宅 很多古宅現在各地的市政府都會把它列入歷史保護的建築住宅 那你買了你是不能隨便去改變它的外觀 或者是要拆卸都不行的 政府希望它好像那些地標 永久那樣是存在於那個城市 作為歷史的一部分 其實現在很多人買就是買一種情懷 還有好像買古董一樣 你古董有古董珠寶、古董錶、古董車 有些人喜歡買古董的古宅 這些也是一種收藏的 但是真的要很大筆錢根尾的 那些錢還是你看不到的 以前那些屋這些維多利亞式的屋 很多都已經是過了一百年 或者是百多年歷史的了 那你要維修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以前很多在北美洲那些住宅屋裡面 它的取暖是用油的 很多這些房子設有些柱油缸 就在花園或者在卑士敏或者在那裡 那現在時移易勢 市政府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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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認為有個油缸在那裡 是不安全的 很多時候你買了的時候 你就要移走 好了 移走 也不是找一般人來移 不是找垃圾佬來移 而是找一些專業人士 做一個評估 這樣也有環保的方案 所以咪哩呱 真的不少錢 是一個很可怕的高昂的費用 卡姐的家人 就是曾經買過這些房子 所以我也知道 而且這些房子 年代久遠 你還要看它有沒有白蟻住過 如果白蟻住過 很多那些要支撐這間房子 那些有歷學計算在裡面的糧柱 你要全部在裡面 是要更換的 還有現在這種 很多都是屬於維多利亞式的 建築風格 那這些又有裝飾 又有雕花 拱門 又有羅馬柱 每一間屋裡面 那個司令那個摩頂線 都是雕花的 你要找回這些手工工匠 基本上現在這些師傅 已經是七八十歲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的親家老爺 他就是一個architect來的 他也是幫人去design 和去做一些維護的 都接到這些方案來做 他就知道 他說現在真的找一些手工好的木工 真的沒有 因為現在都沒有什麼人肯入行 而這些屋 很多時候 它的靚就是靠這些裝飾 很多時候 業主買了這些房子之後 他要翻身 要維護 他很多時候 就要建築師去看過 看過了裡面的結構 和 真的要畫圖子出來 給那些師工的師傅 那些師傅還要是工匠 不是一般的工人 是工匠 照那個圖子 去訂造一些材料 有些都已經沒有了 有些好像螺絲 還有他吊燈那些黃銅的鏈 他以前做得很精緻的 他黃銅的鏈 在一環扣一環裡面 他都刁了花 現在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以前沒有電視 沒有互聯網的年代 很多人是真的有工匠精神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打磨出來的 手工的 現在的人會不會再坐著來 做這些事情 現在的工錢是很貴的 什麼都沒有那麼貴 人工是最貴的 所以買這些股責 他真的可能出一個 200萬個價錢買給你 但是可能你要用200萬 或者再多的價錢去補育 回到這間屋都說不定的 所以我看到這些屋的時候 也看到它在那裏翻身的時候 我不是看到這間屋是怎樣華麗 再重現給我們看 而是真的為那些能夠這麼付出 去保育這些屋的業主的付出 而真的感到很驕傲 真的很值得激獎 真的不簡單 很多人在外面看這間屋 但是我想的東西就會多些 我凌視著那個環境 那間屋 我會想到 100年前 是怎樣的呢 這一片地 住在這間屋裡面的人 曾經又是怎樣的呢 我反而會想這些情節 很虛幻 是啊 我會想這些事情 那現在又是怎樣的人居住呢 那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人真的有這樣的錢 去收藏 買下來 那當然很多時候 現在那些人買屋 自住 投資 不會想這些付出的 多餘 我兩百萬買一間屋 又要兩百萬來裝修 那這間屋就四百萬了 我的成本是 雙倍上去的 所以這些屋 你買回來 就真是 未見官就要打五十大板了 真是很昂貴 昂貴在於保育它 維護它 現在你就算游了整間屋都好 都不便宜 現在游的師傅 就算你不找師傅 你找一些監職的 出來的那些 逐天跟你計工錢的人 跟你游 都不便宜的 所以 真的這些屋 我們看的時候 真的覺得 好心滿意足 即是能夠有人 還要去保持一個原樣 給我們看 這裡 在波特蘭的 二十三街附近 還有部分這些屋 其實 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 很多人都未意識到 要去保育這些屋 所以 有很多 很漂亮 很有價值的屋 都拆了 拆了之後 又重建 即是看不回 所以 你有時去到一些 美國南部的城市 它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已經是起落的那些 哇 你看到那些大宅 分分鐘它的外形 就起到好像白宮 那樣 華盛頓DC的白宮 那種建築的宏偉 根本就不是說好像住家 就好像一個官邸 那樣 就好像總督府那樣 那種這樣的格局 真是看得 嘆為觀止 這間屋 我專門兜來兜去 就去發掘一下 有些什麼值得看的 那 有時都不可以 隨便 在它門口亂拍照 那你們如果用車 去兜來看 那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是欣賞這些 這麼古典 這麼古老屋的人 真是美國 英國 都很多 意大利都有 但意大利的屋 跟這些屋不同 法國 就很多都是宅居 除非去一些 香膠的地方 好像去南法 普羅旺斯 那些地方 就有些好像石屋 那樣 用石來建的屋 但是看到這些 這麼英式的大宅 在美國還有很多 希望 有心人 有心有力的人 還可以去 保育 傳承 其實很多以前的有錢人 真是 也都應運了那一句 就是富不過三代 第一代去打江山 第二代就是守江山 第三代就是響江山 在那裡 沒有錢使用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 祖屋 古宅 出售 就無法維持下去了 看到這些歷史 其實自己 都是明白了很多道理 使自己活得通透 其實我們對下一代 公書教學 盡量給他造就一個 去得到知識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已經是很足夠的 餘下的人生 就要他們自己去過了 那麼我們這一輩人 積累了一個財富 要自己是要該怎樣去令到自己開心 或者是保障了自己有一定的水準的優質生活 就應該是去回報自己 就不要想著給兒子給孫子 不是不給 而是有一個是去幫那個目的 而不是去照顧和幫是兩個不同意義性質的 所以我們亦都做父母 亦都會懂得做的 是吧 好了 看完這些古宅 就去吃一個很普通的早餐 這一間店 挺有趣 我又跟老闆聊聊天 有些員工來自波多黎國 大家都知道波多黎國就是美國的後花園 去做過鵝乾醬 做過Corn beef 都很好吃 很西餐很西式的 吃完我也買了兩瓶這些 這些是果味的water 然後我就去看家具 其實這間家具店 有50%的家具都是古董 但是這些古董 都是比較近代的 60年代70年代的古董 很工業風的 看看是否適合阿帕文用 但是價錢都很昂貴 動作都八千至一萬元美金 看對的都很昂貴 想想先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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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